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再次的回到这里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同来翻开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们要继续来学习马可福音 我们来到了第四章的最后一段 来到了第四章的最后一段 所以先前我们已经学习了 有关于耶稣所教导的比喻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第四章 最后一段这件事情 也就是耶稣他平静暴风浪这件事情 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诵读上帝的话语 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们一同从三十五节念到第四十一节 我们一同来念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扔在床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床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床内 甚至床要满了水 耶稣在床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父子 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着风向海说 住了吧 进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七日同一日 我们一同聚集 我们得以敬拜你 我们得以来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 求你使用你卑微的仆人 来传讲你的信息 使他得以按照真理 按照圣灵的引导 把你的话语清楚地传讲 也求你预备 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 使我们得以明白 我们也得以顺服你的话语 以致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得以实践你的话语 求你真理的圣灵 引导我们 关照我们 使我们的心意 借着这篇信息 得以改变 得以更新 使我们越加成熟 我们越加正确地来敬拜你 来服侍你 主要求你引导 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 主圣灵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了 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段 而这一段是第一次 马可他记载 有关自然界的神迹 所以如果你看马可福音 这一段是第一次 马可记载 有关自然界的神迹 同时呢 也是第一次 马可描述 门徒们的失败 或者说 门徒们的糗事 马可第一次记载 门徒们的失败 我们来看这段故事 我们来仔细 来思考 上帝他透过这段故事 要我们所学习的 那么这个四章三十五节 这个往上来临 耶稣就对门徒们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然后门徒就离开众人 因为耶稣和门徒们 他们都是忙着服事 常常都有群众 在他们当中 特别耶稣教导完了 这个比喻之后呢 耶稣就想要到 另外一边去 那么门徒们就离开众人 然后耶稣就已经 是在床上 所以之前我们也讲了 耶稣他是在床上教导 因为要离开群众 离开这个拥挤 所以耶稣仍在床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床 和他同行 所以这件事情呢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 门徒门里面 有许多是做渔夫的 这个是靠近加利利海 或者加利利湖 因为这个湖很大 所以看过去像海那样 所以一般人称它为加利利海 所以从湖这一边呢 去到另外一边呢 是很平常的事情 当中有渔夫 所以渔夫出海 就好像我们平常 朝九晚五 上班下班 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呢 来到第37集 忽然间起了暴风 这个英文是 Great windstorm 这个暴风就起来了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所以这个暴风浪呢 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说呢 也不是很惊讶的事情 因为当时古代 他们所面对的 很常都是自然界的 这样子的事情 自然界的这样子的灾害 所以跟我们现代人 面对的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住在城市里面 而他们是住在海边的 住在湖边的 所以他们也很常 遇到这样子的暴风浪 其实对于余夫来说呢 应该是 不是很惊讶的事情 不是很大件的事情 那么来到了第38节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所以通常在暴风浪里面呢 人们是不会在 暴风浪中间睡觉的 所以这个是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要关注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在床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 他说 父子我们善命 你不顾吗 所以首先呢 我们从这段经文呢 我们要看到 耶稣是一位人 他是真正的人 因为耶稣 他服侍了一整天 他也会疲惫 所以他来到床上 他需要睡觉 当然在暴风来临之前呢 可能耶稣就已经睡着了 所以他会疲惫 他需要睡觉 他需要休息 而我们从耶稣睡觉 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看到背后 有更深层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耶稣基督呢 他对上帝的信靠 我们看到耶稣 即便在暴风浪里面 Great windstone里面 耶稣也能够安安的睡觉 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上帝的信靠 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 这个睡觉 通常与信靠上帝是有关系的 特别在旧约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处的经文 我们来看《月博记》十一章 十八到十九节 《月博记》十一章 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你应有指望 就必稳固 也必视为寻查 坦然安息 你坦卧 无人惊吓 且有许多人 向你求恩 所以你看到吗 坦然安息 因为有指望 因为信靠上帝 所以可以坦然睡觉 诗篇第三篇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诗篇第三篇 第五节 诗篇第三篇第五节 我们也一同来念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夜花都保佑我 所以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 他是很安然 他可以安息在上帝里面 他可以睡觉 诗篇第四篇第八节 我们也来看一下 诗篇第四篇第八节 来我们一同来念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夜花 使我安然居住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就好像旧约圣经所描述的 这些所谓信靠上帝的人 是可以安然的睡觉 但是呢 很可惜的 门徒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们看到耶稣睡觉 反而是生气耶稣 反而是恼怒耶稣 反而责怪耶稣 因为你看门徒们讲什么呢 门徒们说 父子 我们上命 你不顾吗 或者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 难道你不在乎我们吗 我们正要灭亡了 如果你看英文翻译 we are perishing 难道你不在乎我们正在走向灭亡吗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门徒们 他们恼怒耶稣 他就好比是跟耶稣这样子讲 耶稣我们跟随你 我们跟你这么靠近 我们跟你一起的服侍群众 现在暴风烂来了 你难道不在乎我们吗 你还在那边睡觉 你不在乎我们 是这样的意思 他们没有看到耶稣 他黯然睡觉背后 所带来的意义 反而是恼怒耶稣 所以我们这一点 我们就看到门徒们的失败 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之后的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同样的门徒们 当耶稣在克西玛尼园 最恐惧的时候 当耶稣恳求他们与他 一起的警醒祷告的时候 而同样的这批门徒 反而是睡着了 所以是很讽刺的 所以他们遇到暴风烂 他们要耶稣行着陪伴他们 要耶稣来拯救他们 但是当耶稣面对他最挣扎的时候 当耶稣最恐惧的时候 耶稣知道他 再过不久要上十字架了 要受苦了 要受死了 最恐惧的时候 反而门徒们没有陪伴 反而门徒们没有与 耶稣基督一同的 警醒祷告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很长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们不会比门徒们很好 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问 耶稣你在睡觉吗 耶稣你不在乎我吗 我们可能好几天失眠 我们在忧郁里面 我们在焦虑里面 我们可能也会责怪耶稣 耶稣你没有看到 我正在忧郁吗 耶稣你没有看到我连续几天失眠吗 耶稣你在睡觉吗 所以同样的 我们跟门徒们也一样 我们也会恼怒耶稣 我们也会责怪耶稣 这不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 但是我们看之后 39节 耶稣就被他们吵醒了 耶稣醒了之后 就斥责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指住 大大的平静了 所以我们如果看英文的翻译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great 所以刚才说 a great windstone 然后这里如果我们看英文翻译 它说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 有大的平静 刚才是大的包裹 现在有大的平静 所以当耶稣他赐责风的时候 赐责海的时候 像风和海说话的时候 我们是否会想起之前 耶稣类似的举动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去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二十五节 同样的相同的画面 但是当时耶稣是在赐责鬼魔 耶稣是在赐责邪灵 同样三章十二节 耶稣也是在赐责邪灵 所以这个其实在原文 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耶稣呢 他同样的赐责风和浪 而耶稣呢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耶稣他制服黑暗的权势 耶稣不当制服黑暗的权势 耶稣也制服自然界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这个海通常对他们来说 就是指向邪恶跟危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的预表 一个的比喻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21章里面 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 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了 因为我们要知道海呢 在犹太文学里面呢 是指向邪恶 指向邪恶 鬼魔的势力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耶稣呢 祂是混乱成为有序的 本来是混乱的 黑暗的 但是耶稣斥责 就成为平静 有序的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也就是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祂是真正的神 所以前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是真正的人 而39节呢 祂就同时告诉我们 耶稣祂也是真正的神 因为耶稣祂主宰自然界 只有创造大海的上帝呢 能够做这件事情 因为海 风浪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而耶稣祂是上帝 耶稣是圣子上帝 而耶稣祂自然而然 祂主宰自然界 所以这一节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 耶稣祂是真正的神 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 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呢 我们都看到 这个上帝与制服海 是这个分不开的 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能力 跟平息风浪呢 是分不开的 特别我们来看诗篇 诗篇65篇 诗篇65篇 第六到第七节 其实这些的经文 这些的诗篇呢 都可以很大的安慰我们 如果我们处在 这个暴风浪里面 我们处在困难里面 我们翻阅诗篇 都可以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 我们一头来念 65篇 第六到第七节 他既以大人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诸山 使诸海的响生 和其中波浪的响生 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 所以这边所描述的 就是上帝 上帝他所能做的 就是从混乱 从吵闹 转为平静安稳 我们再来看八十九篇 也就是我们今早 所诵读的这个经文 八十九篇 第八到第九节 诗篇八十九篇 八到九节 我们再来念一次 来 耶和华万君之上帝 哪个大人者向你 耶和华 你的信实是在你的思维 你管小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 你就使他平静了 所以同样 这个节经文 也指向耶稣基督 平静风和浪 我们再来看 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第二节 同样上帝 我们从这个平静风和浪 来显出上帝的大人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二节 来 我来的时候 为何无人等候呢 我呼唤的时候 为何无人答应呢 我的板壁岂是缩短 不能救赎吗 我岂无拯救之力吗 看哪 我一赤则 海就干了 我使江河变为旷野 其中的鱼 因无水腥臭 干渴而死 所以我们看到吗 上帝的能力 特别在平静风和浪这件事情呢 就像我们显明的 而耶稣他有能力 平静风和浪 就证明他是上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去 四章四十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 马太所记载的是 你们这小心的人呢 如果你在看路加所记载的八章二十五节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所以有三种的描述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Why are you so afraid Have you still no faith 你们到今天了 还没有信心吗 或者说你们小心的人 或者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信心和恐惧呢 也是两件事情分不开的 有信心的人一定不害怕 有信心的人一定不会恐惧 有信心的人呢 一定是安然的倘务 一定是非常安稳的 有保障的 有指望的 而没有信心的呢 一定是害怕的 所以你看到门徒们所表现的 这个害怕呢 就显示出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从门徒们身上 我们也看到两点 看到两件事情 也就是他们对耶稣的爱 失去信心 他们对耶稣的爱 失去信心 他们晓得耶稣爱他们 因为耶稣一直陪伴他们 耶稣也拯救他们 他们晓得耶稣爱他们 但是他们这时候呢 他们对耶稣的爱 失去信心 第二件事情 他们没有信靠耶稣的话 他们没有信靠耶稣的话 我不晓得有几个人 能够注意到 三十五节的这句话 我们来看回去 第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一开始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这句话是耶稣讲的 耶稣我们过去另外一边吧 所以耶稣已经讲了这句话 但是门徒们怀疑 我们真的能够过去吗 现在暴风浪来了 我们真的能够平安的 过去另外一边 他们忘记耶稣所讲的话 或者我们可以说 他们不信靠耶稣的话 所以这节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应许了 耶稣已经答应他们了 我们会过到另外一边去 但是他们这时候 在暴风浪的面前呢 就显示出 他们没有信靠耶稣的话 所以门徒们呢 必须相信耶稣是上帝 他们必须要信靠上帝 必须要信靠耶稣有能力 而真正信靠上帝的人呢 应当是安然的 应当是有保障的 有指望的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 还有我们也来看这段经文 诗篇46篇 第一到第三节 真正信靠上帝的人 是怎么样的人呢 诗篇46篇 第一到第三节 翻到了我们一头来念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兴 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 山虽迎海长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虽然环境充满各样的危险 虽然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有各样的困难 虽然身体软弱 各方面 但是因为我们有信心 所以我们也不害怕 所以这是真正信靠上帝的人 而来到第41节呢 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 所以刚才在海浪面前 在暴风浪面前 门徒们已经是惧怕了 已经是很惧怕了 但是反而耶稣 平静风和浪之后呢 门徒们更惧怕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became very much afraid 更加的惧怕 反而耶稣行了神迹 他们更加惧怕 彼此说什么呢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所以门徒们的惧怕 没有因为海浪平静而停止 反而有真无减 对吗 反而有真无减 所以自然界的风和浪平息之后呢 门徒们的内心 反而掀起了一场 鼠林上的风浪 虽然外面的风浪 虽然外面的风浪静止了 但是内心反而掀起了 鼠林上的风浪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们还是不太清楚 耶稣是谁 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 看到第三章 你看到耶稣赶鬼 满有全病的赶鬼 耶稣满有全病的教导 耶稣也有赦免的全病 耶稣也医治病人 甚至麻风病人 这种最困难的病 最严重的病 耶稣也医治了 反而他们到如今呢 还是不认识耶稣是谁 反而还是不认识耶稣是谁 所以不只是门徒们 不只是当时的门徒们 我们许多人 我们现今 我们许多人 包括基督徒 我们也没有真正认识耶稣 包括我们 我们也没有真正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如果看人类的历史 特别 这个十七十八世纪开始 启蒙运动的开始之后 人类就非常的看重理性 人类不再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 人类不再相信 人类不再顺服上帝的话语 反而他们很看重自己的理性 很相信自己的理性 以为自己所想的都是对的 所以就兴起了理性主义者 后来又有这个经验主义 其实经验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 因为他们凭着他们的理性 所想出来的结论 是比较注重经验的 但是换句话说 他们也是看重理性 对吗 因为也是从他们自己里面 所想出来的 所以就有一位 这个很著名的 经验主义者 也有人称他为怀疑主义者 这个叫做David Hume 修魔18世纪的人物 非常著名 他讲什么呢 他就讲一句话 我们要知道17、18世纪 都是这种基督教背景的 这个西方世纪 所以很少人是抵挡 很少人抵挡上帝 或者很少人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 所以David Hume 他就讲什么呢 他说 他把神迹定义为 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所以David Hume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不相信神迹 他认为 神迹是 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而他假定 神迹不可能发生 所以他认为 圣经所记载的是神话 因为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那么来到了后期另外一个 这个叫做 Poulos Poulos 这个德国的神学家 通常我们看德国神学家的时候 特别是89世纪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德国神学家在当时候 很多是新派的 是自由派的 他们不全然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位德国的神学家 Poulos 他很著名的是什么呢 他很著名的就是 他很常 或者他很强调 自然的规律 所以当他解释神迹的时候 他都是以自然的规律 来解释圣经 或者解释这些神迹 然后他也常常强调 门徒们的误解 所以他很厉害 他知道门徒们误解 他强调自然规律 他也强调门徒们的误解 所以当他解释 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的 这段神迹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说耶稣并非向海说话 他说耶稣没有赤泽海 耶稣只是喊着说 这个风暴太恐怖了 很快就要过去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耶稣只是喊着说 这个风暴太恐怖了 很快就要过去 反而是门徒们误以为 他的话使风暴突然平静 所以是门徒们的误解 所以耶稣只是说 这个很快要过去了 所以门徒们就以为 是耶稣斥责风浪 然后风浪就平静了 所以如果你看 这些自由派的 这些神学家的著作 他们的解经书 很多都是类似的解释 他们通常会以自然的规律 来解释神迹 好像无饼二语 其实无饼二语不是神迹 是当这个小孩子 把无饼二语传出去的时候 这些的门徒们或者群众 他们也感到说 自己有需要 把自己的食物分享 所以每个人都分享 然后就很多食物出现了 所以如果你看 这些的解经 都是类似这样子 他们都会以自然的规律 或者门徒们的误解 来解释神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甚至是基督教 甚至是基督徒 都没有真正认识耶稣 以为耶稣只是平凡的人 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特别 我们要来思考三件事情 与我们有意义的 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是否信靠上帝 我们真的信靠上帝吗 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 我们说自己有信心 是很容易的 所以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感到迫切 需要上帝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勇敢 我们不会恐惧 但是当压力来到的时候 当困难 疾病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快地 失去信心和勇敢 我们甚至怀疑耶稣 甚至怀疑耶稣 是否在关心我 是否耶稣在关心我 这个是我们人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很常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世纪的教会 我们看初期教会 我们要知道 这些新约圣经 原本都是写给初期教会的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对象 他们要写给 第一世纪的教会 所以第一世纪的教会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基督教刚刚开始 教会刚刚成立 所以他们面对许多的逼迫 自己犹太人 因为是犹太教的 逼迫他们 外面的 罗马政府的 或者社会上的人士 也逼迫他们 而我们要知道 马可福音呢 就是马可为这些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而写的 所以当马可记载 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马可的目的 是要将当时教会的视线 从这个混乱 狂拨这种 从这种 好像要被吞噬的 这种的势力里面 然后把视线 转移到天上 坐在宝座的那一位 所以这是马可的目的 所以当马可 写这些神迹的时候 不是没有目的的 他要告诉当时的教会 不要看眼前的 这种的黑暗的势力 不要看眼前 好像失败 好像基督教很小 很少人信主 然后一直有许多人的逼迫 乃是要把视线 转到坐在天上 宝座的那一位 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而很明显的 保罗就可以成为 我们的榜样 保罗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我们从这个二十五 到二十六节 其实我们也可以 从二十三节开始 二十三节 保罗就描述他 多么长的受苦 而且这些受苦 是非常严重的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然后二十四节 就讲他被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然后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还有什么呢 预照传坏三次 一周一夜在深海里 所以你看到吗 保罗没有耶稣拯救他 门徒们当时还有耶稣 平静风而浪 保罗没有 保罗遇到暴风浪 船就成了 就是在海里面 一周一夜 你可以想象吗 在海里面一周一夜 还不知道有没有鲨鱼 或者其他动物 这是很困难的 很悲惨的 还有什么呢 遭驴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稻劫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巴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所以保罗 无论是肉体 无论是在心灵 在精神上 都是很困难的 都是有压力的 但是保罗没有灰心绝望 保罗仍然信靠这位耶稣基督 保罗仍然传讲福音 仍然传讲福音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保罗说什么呢 第九节 所以第八节 他就讲说 他遭遇苦难 第九节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只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所以这些的苦难呢 没有叫保罗绝望 反而叫保罗明白 他不是靠自己 反而叫保罗明白 他不是靠自己 他是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他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有信心 但是试炼来到的时候 困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够学相保罗 安稳的 安息的在基督里面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反思的 第二件事情 主耶稣在睡觉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要深入的来理解 当这个暴风浪来的时候呢 耶稣在睡觉 门徒们误会他 以为他漠不光心 但是门徒们没有看到一点 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呢 是与门徒们同在的 所以耶稣虽然在睡觉 但是在暴风浪的时候 耶稣没有离开他们 耶稣仍然与门徒们同在 当然这段故事 不是要教导我们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盼望 耶稣从天降下来拯救我们 这个故事不是要 教导我们这一点 这个故事乃是要教导我们 我们是否明白 耶稣的身份 我们是否清楚地 认识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我们不能够期望 有神迹来介入 我们要知道 特别新月时期 后使徒时代 上帝护理世界 或者上帝带领教会的方式 通常是用普通的方式 也就是按照自然规律的方式 来护理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乱吃东西 我们生病拉肚子 自然的规律 我们吃药得医治 这些都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不需要期望 有神迹介入 我们要知道 风暴乃是人生的常态 乃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世界上 没有无风无浪的海洋 每个海洋都有 都有风浪的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 耶稣必定保守我们 度过风浪 耶稣不是拯救我们脱离风浪 耶稣乃是保守我们 度过经历风浪 就好像耶稣 他做大祭司的祷告 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 约翰福音 就好像耶稣 他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 约翰福音17章第15节 耶稣向父上帝 来祷告的时候 耶稣是也为着 我们这些基督徒来祷告 不只是为着当时的门徒们 也为着后来的 因门徒们而信耶稣的 也就是包括我们 耶稣也为我们祷告 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一同来念 17章第15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所以我们在暴风浪里面 我们不至于久望 我们也不至于失去生命 虽然肉体的生命可能会失去 但是我们永远的生命 我们灵魂的生命 是不会失去的 是不会失去的 所以有些人在癌症里面 他信靠耶稣 虽然他最后死了 但是他的灵魂 与上帝在一起 所以上帝还是保守他 他没有与神隔绝 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允许 还有什么呢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31到39节 使徒保罗也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没有任何事物 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如果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话 没有任何的事物 无论是生 无论是死 无论是天使 无论是魔鬼 没有任何的事物 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把眼目 定睛在我们自己的处境里面 我们乃是要常常把我们眼目 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肯定在世界上会遇到困难 我们肯定是有许多的挣扎 肯定是有许多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困难来到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握机会 使我们可以看见主基督的荣耀 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 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行的神迹 所行的歧视 所以上帝护理我们 上帝保守我们 叫我们不至于九万 这就是上帝所行的大事 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一定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 不一定是大自然 超自然的神迹 不一定 但是上帝也会保守我们 这是我们要看见的 实不正他讲一句话 当实不正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 实不正这位英国的讲到王子 他这句话很感动我 我也与弟兄姐妹来分享 实不正他谈到这一段的时候 实不正怎么说呢 他说 亲爱的 你不能相信一位沉默的神吗 你不能相信一位沉默的神吗 你总是需要神给你征兆吗 你一定要成为被宠坏的孩子吗 你一定要成为被宠坏的孩子吗 你的神若蒙上了脸 你就不信任他了吗 难道你的神是这样的吗 你对他的信靠不能超过眼见吗 所以这段话呢 很有意义 这段话很大的安慰了我 我也盼望这段话能够安慰你 所以我们是否不能够相信一位沉默的神 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神给我们征兆 上帝啊 你给我一些征兆 知道他是你所预备给我的 我们很常求征兆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没有说上帝会给我们征兆 没有说我们做每件事情 上帝都会给我们一个sign 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被宠坏的孩子吗 我们上帝如果蒙上了脸 你就不相信他了吗 你以为上帝就是这样不顾你的吗 你对他信靠不能够超过眼见吗 我们是否要看见上帝我们才相信 还是说我们可以凭着心里面的眼睛 我们看见上帝 这才是信心 这才是盼望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反思的 第三点 我们要反思的就是 主对我们极其有耐心和怜悯 主对我们非常有耐心和怜悯 耶稣他没有因着门徒们的恼怒 而放弃他们 门徒们讲的话很难听 你不顾我们吗 我们要死了 你不顾我们吗 耶稣有生气吗 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耐心 耶稣有差遣十二银天使来消灭门徒吗 没有 耶稣极其有耐心 耶稣极其的怜悯 反而斥责风和浪 帮助他们 同样的 耶稣对我们也是有极其的耐心和怜悯 耶稣没有弃绝我们 耶稣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带我们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耶稣真的彰显他的公义的话 耶稣按照我们每一件的罪来带我们的话 我们死一百次都不够 对吗 耶稣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带我们 耶稣反而对我们有耐心 耶稣反而继续怜悯我们 我们要思想 我们得罪我们的主多少次 但是耶稣没有灭绝我们 耶稣没有放弃我们 耶稣仍然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恩典里面 我们可以来敬拜他 来服侍他 我们可以来学习他的话语 我们可以有美好的生活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怜悯 很耐心 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当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怜悯我们 我们也要知道 这困难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 这困难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 无论是心灵上的 无论是肉体上的 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凡我所痛恨的 我必管教我必责备 有吗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上帝所痛恨的 他要管教他要责备 没有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 他所疼爱的 他必管教他必责备 真言三章十二节 因为耶稣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 所喜爱的儿子 这段经文后来也被 希伯来书作者引用 在十二章里面 耶稣所爱的 他必责备 就好像父亲 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一样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 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资质 他就捡去 所以不结果子的资质 不属于上帝的 不属于耶稣基督的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所以能够结果子的 他修理干净 就好像试炼 磨炼 修理干净 使之子 结果子更多 所以苦难 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启示录 三章十九节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 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所以上帝所疼爱的 主耶稣基督所疼爱的 他就责备 他就管教我们 所以盼望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实的 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使我们真实 我们明白 主对我们是极其有耐心 极其有怜悯的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曾经来到地上 他顺服父上帝的旨意 他也过完了完美的一生 他也在地上教导门徒们 而这些的教导 也被记载下来 由圣灵所默示 以致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来学习 主耶稣基督当初的教导 主啊求祢 这里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使我们真实的 爱惜耶稣的教导 使我们也能够真实明白 顺服耶稣的教导 也就是我们 在这个神迹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对我们是极其有耐心 主耶稣对我们是极其有怜悯 很长时候我们怀疑我们的救主 很长时候我们埋怨我们的救主 就好像我们的救主在睡觉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 救主耶稣基督 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 救主耶稣基督 都保守我们 使我们能够经历每一次的风浪 使我们能够度过每一次的困难 以及挣扎 我们看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何等的亏欠 我们常常的得罪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很长时候我们小心 或者我们没有信心 或者我们的信心不知去了哪里 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主啊求祢引导我们 求祢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效法 你的仆人使徒宝多 以及其他的使徒们 无论在任何的困难里面 无论是肉体上的 心灵上 精神上的 这些的困难挣扎 我们都能够 叫我们信靠 那死人复活的上帝 使我们能够真实 信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有指望 使我们在我们的困难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经历上帝的爱 能够体会上帝给予我们的爱 能够仍然感恩 仍然称颂我们上帝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有许多的软弱 我们很长时候 我们听见祢的话语 我们过不久 我们又忘记祢的话语 主啊祢保守我们 包括传讲信息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祢面前 求祢圣灵将祢的话语 存在我们心里面 使我们常常昼夜 思想祢的话语 我们也能够实践祢的话语 能够荣耀祢的名 能够讨祢的喜悦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求祢带领我们 使我们在地上 见证祢的名 使我们活着 就是耶稣基督 使我们活着 让人看到 我们上亿上帝的荣耀 求祢带祢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祢 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